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少斤要不要? 20斤 20斤 20斤啊? 有两斤吗? 大概一斤 然后买 然后买 鸡肉 现在有的买 18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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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斤 20斤 OK 那么长期 嗯 还没多长期 有两斤 还没多长期 今天露了吗? 大块 我要三斤大锅 新鲜的油排 田楼等下清洗干净 尿水 这田楼是吐好泥沙尖 剪掉屁股了的 这油排就要夜清的添 帮我排好哈 不是蛮新鲜啊 可以看到这田楼是蛮干净的 再象征性冲洗一下子 这是田楼不是福寿楼啊 虽然是蛮干净 但是我们还是要检查一下 刷一下子比较安全一点 像这一个就比较脏了 要着重刷一下子 OK 这前台啊 拔满 刷完以后这水也不是很脏啊 一起搞到锅里头 冷水下锅撩水 给葱姜米酒去鲜 这个配料准备算准 切大条一点 还有这泡椒 姜片 蒜子 小葱 香料有八角桂皮炒果 白子橙皮小茴香 花椒干辣椒 还有紫苏叶 这里加水泡洗一下 这边水开打去防沫 火轻洗一点 2分钟后倒出冲洗干净 炒的香 重点来了 冷锅下甜楼 牛排 把它们抗干水分 你看这么多水不抗干怎么炒的香啊 是不是 直接把它倒出 倒不完了 只能慢慢抗干 这个酱料准备附乳3块 南乳2块 给一点油脂 蚝油 生抽 老抽 这边给豆瓣酱 一小头火锅底料 那个分量比较多啊 所以这个酱料也要调多一点 分开来啊 锅一下油 先来另一个葱油 可以了 大蒜子爆香 金黄色的老鼠 虽然一均也爆香 这个水分爆干 它是一样香的 看到没有 泡椒也爆一下 这个泡椒随便爆一下就可以捞出来了 然后下姜片 香料 这边像火锅底料 可以了 像牛排 可以米饺 翻炒均匀 一半的酱料 把酱料炒香 炒香给放浅水 没过牛排即可 给盐 两条根 大火烧开转小火焖25分钟 再下田螺 因为它们的肉质不一样 所以要区别对待 时间大 开干 下田螺 泡椒炫酸 再蒸25分钟 再蒸25分钟 看这个汤汁多的话 这个火力就开猛一点啊 可以了 开开 哇 这个汁烧的差不多了 下紫苏叶 大蒜籽 剩下的酱料 翻拌均匀 来个个泡汁 最后就纸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来点红油 出锅 明人不说暗话 再扣上给绿帽子 如果气质一下就上 我喜欢你 终于做好了 是不是姐姐哥 来尝试一下吧 来第一块 你们先来 酱香浓郁啊 哇 水浮 加那个酸奶笋泡椒 香而不腻 水浮 如果不加的话 光这样子做的话 会比较腻啊 味成的盐渐渐喝酒 嗯 哇 嗯 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天龙牛排波 你学费了吗 众朋友观众啦 拜拜